王仁蓉在警总坐牢的时候 受惠于一位本省级的老政治犯 廖先生 但是 活下去的 是伴随着巨大的痛苦 活下去 有一天 有一个小兵到我们家来 给我们通信 对我母亲说 明天早上张校长会出现在码头上 因此第二天 天还为亮 母亲带着我最大的弟弟 拿着衣服和被褥 就在码头上摆了一个地摊 不久天亮了 就有军用的吉普车开到码头 下来的先是带枪的士兵们 接着走下来 就是我的父亲 骨瘦如彩 剔头散发 胡须也很长 但是我弟弟跟母亲躲在树的后面 在那的痛苦也不敢出声 这是张家看到张明之校长的最后一面 师母和六个小孩的悲剧 从这里才刚刚开始 到了台湾以后 确实无人敢收敛我们 因为每个人都很害怕沾火再生 最后是有一位管部我 他是在抗战时机 第一林中 给我父亲共事的一位校医 他在高雄气象台做事 就收敛我们在那个山头上面 有一天早晨 管部我拿了一张报纸 满脸惊慌的 恐惧的对我说 张脸啊 不好了 我的心一震 我就知道已经是发生了什么事 看到报纸上头几个大字 我就痛哭流气 我的泪水流在饭锅里 留在财户上面 最后关老师对我说 很抱歉 张脸 我也不敢收敛你们了 你们最好找一个地方搬出去 我就求他说 管伯伯 请你再给我一点点时间 我相信我的母亲会很快回来了 活下去的 活着告诉我们这段过去 没有活下去的 包括被枪毙的张敏之校长 邹建校长 还有学生刘永祥 张世能 唐茂姬 明通乐 王光耀 病死在警总大牢的有王子怡 还有女学生 尹广居 这些都是有名有姓 有记录的 还有更多不知名信的 都还在澎湖 张校长被枪毙了以后 就是说这里面还有飞碟 把这个 把我们这个 喜欢发牢骚的这个人 就装在这个布袋里边 甩在这个海里面 揪到这个海里面去了 吕玄林后来做了教员 从澎湖内安国小的校长退休 山东烟台连中八千子弟 就是他和澎湖的缘分最深最长 除了这几年搬到高雄治病之外 以往每年的中秋 每年的过年 吕玄林都到海边来看看老同学 位置是在这个位置 一定不错 那当年那些老同学他们是怎么了 都是 最长病的病死 傻的傻死 被枪杀死 被枪杀 被枪 不得必死的对 有多少人知道吗 哇 现在很难讲 多少人 不太清楚了 有一两百个吗 不知 但现在老同学连骨灰都不在了 烟台连中这件悲剧 几乎从澎湖的记忆 从台湾的记忆中 消失了 这个发生在澎湖的悲剧 因为蓝绿恶斗的政治气氛 受诞者家属至今仍旧无法如愿 在悲剧现场立悲纪念 因此也很少人知道这段历史 在世界人权日的前夕 独立特派员为您制作这个专题 也希望和大家一起进一步思考 人权是什么 在我们享有民主政治的今天 也不能忘记历史 因为民主和人权 一点一滴都得来不易 谢谢您今天的收看 独立特派员为您分析 重要新闻背后的公共议题 也欢迎您到我们的部落格 留下意见 下个礼拜我们同一时间再见